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打开讲义 第222面 新二正名 那么我们这一颗是讲到 明灭忘明珍 历六十圣会转一号 那么这一颗在整个本经的修学过程当中 佛陀很强调一个字 那就是一个转 这个转这个字它的内涵有两个 一个是能转 一个是所转 那么能转的就是我们在心中要栽培的一种修行的力量 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简单说的三件次 这是整个界定会的内涵 是能转 那所转的就是我们内心的闪障 烦恼障 业障 暴障 那么在整个所转当中呢 又分成两个内涵 一个是因地的转 一个是果地的转 我们是先求因地的转 然后慢慢的才有果地的转变 在这个本经所描述的三件次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整个修行 它这个烦恼障跟业障 这个因地 我们是先转业力 你看它整个三件次 第一件次的除注因 瓜振性 这两个就是在转这个业力 就是你修行当中 你第一个你对你的身口意的闪业 这个业力你要先转变 我们讲身心业果断恶修散 所以在整个三件次当中呢 首先我们先实际的清净 来对视我们的罪业 那么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业障 转成了卸托德 其次呢 更进一步呢 就是转这个烦恼障 就是贪生之烦恼的活动啊 就是第三个建设这个违线业啦 这个违线业其实就是修 守那一王三昧的言顿直观啊 当然本经当中在对视烦恼 它不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试炼处是从一个 它的作用 从它的这个贪生烦恼的作用去对视 它是从它的体性去贯照 所以你看你贪烦恼活动的时候 在本经当中的处理方式就是 回观缓照 你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要去观照这个烦恼 它是从什么地方而来 它不是从色身而来 它也不是从内心而来 所以烦恼它是怎么样呢 它是没有一个真实体性的 我们讲秘心了不可得啊 完全是我们一念的妄想 捏造出来的 我们自己捏造了一个烦恼 然后就跟着烦恼走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内心当中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是本来没有烦恼嘛 所以当我们回观缓照的时候 我们就把整个烦恼的根 给切断了 那么切断的时候 当然烦恼还会活动 但是这个人慢慢烦恼淡薄了 他慢慢慢慢可以开始 回观缓照 心肠绝照不随旺转 所以这个时候烦恼这样就转成了 波雷的 先转业力 再转烦恼最后 就把这个 这个我们最后一个暴障 生死的五印的痛苦的果报 转成法身的 所以他整个后面的修行的位置 就是一指三件事 转三丈而成三德 当然他的次第 先求断恶修散 第二个再求反望归正 它是两个次第 好 我们看经文的新二的证明 那正式的说明 三件事的内涵 前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标列 这个地方是证明 一 除注音 二 瓜正性 三 伪现业 我们现在看第一颗 除注音 这个除就是弃除 这个注音 什么叫注音呢 就是造作我们生死罪业的一个注言 它本身是不能造罪 但是它会隐身我们造罪 它是一个造罪的一个注言 叫注音 这部分我们要弃除 迎合注音 这是什么是我们造作罪业的一个注音呢 提出一个真问 看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 为什么要除注音 讲叫做它的理由 说是在整个 三界的众生当中的十二类生当中 每一个众生的特色 是不能够独立自在的生活 没有一个例外 在三界众生当中 他都必须要一直隐食而住 那么一切众生皆以实住 这个观念是佛陀出世以后提出来的 他提出的当初的一个音言 是当初的一个所谓的自恶外道 外道他就是 求苦恨 吃得很少 佛陀佛陀就喝着说 其实一切众生都必须要饮食才能够相讯 那外道说这个道理很简单 每一个人都知道还需要你说吗 佛陀就反问外道说 那你知道饮食有几种吗 外道就不清楚了 那么佛陀就正式说明了 一切众生有四种的饮食 所谓断食 促食 施食 适食 这个断食 这个断这个字是变坏的意思 以变坏为相 也就是说这个饮食 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 它必须要经过一个转变 它必须要变咬坏 转变 才能够滋养我们的色神 也就是经过一种消化的过程 那么这个断食主要的是 异界的畜生跟人道 就是以这个断食 畜食 这个畜就是畜进 比如说鬼神 他要去接触这个饮食 那吸取他的一种精气 把他的气吸走 然后这个时候 鬼神就能够滋养他的色神 所以你看我们供过鬼神的东西 很容易腐败 因为他的精气被吸走 当然我们看不出来 所以鬼神是猝使 他是以接触食物 那么吸取他的精气 来滋养他的色神 这个施食呢 这个施啊 我一大师讲 他的虚妄为相 我们一个人心中经常 往光明面去想 你看乐观的人 他的身体特别抗健 他除了我们饮食以外 他多了一个施食 这个食 就是有滋养色神的意思 你一天到晚悲观 你就缺乏这个事实了 你经常思维负面的 比方说 你看我们上次讲过 在这个 在这个饥荒的时代 你看他的儿子 那个小孩看到 挂在天花板上的沙 他把他当作是一个谜 他心中对他存有希望 他能够七天当中 不会死亡 又比方说你看 曹操带兵啊 他到了那个地方啊 找不到井水 曹操说没关系 在波远的地方 有那个梅子里 那个梅子又大又酸 那么大家开始对 未来充满了希望 他的口渴 的力量就降低很多 那事实上梅子没有欠钱啊 他的希望 他以这个希望 来滋养他的色神 那么这个事实 主要的对象是谁呢 色界天人 色界的天人 他入了禅定以后 他以三昧乐 这种禅业为实 这个是一种事实 第四种事实 这个事呢 就是直辞为相 比方说 第一的众生 无色界的众生 他们都是 也没有断食 也没有处食 也没有施食 主要靠第八世 这个世就第八世 你要第八世 没有离开色身 这个色身就不会败坏 第八世来辞食色身 使命这个生命相续 所以佛陀说呢 一切众生呢 都必须要 依止 四种食而住 那么这段 佛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你的生命啊 的变化 跟饮食是有关系的 你吃什么东西啊 跟你的身心世界有关系 它下面会说明 所以一切众生 食肝故生 食毒故死 所以我们的生命啊 你吃到一个 有滋养的色身 你的生命相续 你吃到有毒害的东西呢 你生命就会断绝 那从这个道理当中就知道了 你今天要在内心当中 成就一种三摩地 一种止观的力量 你就要断除 对这种 休息止观有障碍的 五种心菜 这五种心菜 诸位过去 在菩萨界也学过了 第一个是蒜 大蒜 第二个是葱 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葱 酒 这个酒 这个酒是韭菜了 第四个戒 这个戒就是小蒜 还有辛齐 辛齐 我们台湾没有 所以就没有欢迎 只有印度有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的内心的变化 跟你的饮食有关系 从一个生安稻荣的角度 你一定要断除五种心菜 因为你吃五种心菜 你会产生一种躁动 下面会说明理由 四五种心 熟食花银 生蛋 争慧 这五种心菜 如果你把它走熟来吃 会隐身我们的心中的贪欲 假设你生是增长 称慧 所以这个五心 对我们的整个法生费面 会有这种毒害的作用 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 我们吃五心 会隐身内心的邪恶的力量 第二个呢 他会隐身外在的邪恶力量 他展生内外的邪恶力量 看外在邪恶力量 如是世界十心之人 众人先说十二步金 十方天仙 嫌其臭惠 嫌接眼泥 诸恶鬼等因比十次 四季成文 常以鬼注 福德日消 掌无利益 所以这个人经常十五心 纵然他能够先说大乘的经典 那么本来讲大乘的经典 应该要诸天啊 诸仙啊 护法神都应该来扶持才对啊 但是他因为十五心的关系 他口中有这种五心的臭惠的味道 那么诸天诸仙 因为这种臭惠 就不肯过来扶持 那么善神没有过来扶持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诸恶鬼等因比十次 四季成文 那么反过来 那种比较属于这种 邪恶的鬼道众生 他们最喜欢这种五心的臭惠 因为他们是一种比较 等级比较下列的 所以当这个人吃完五心以后呢 他就记记四季成文 这个四啊 用这个舌头啊 去卷取食物 去卷取他的嘴巴当中 这个圣仪的这个五心的味道 所以十五心之人是经常跟鬼道众生 同住 所以慢慢的福德日消啊 就很难增长自己的功德 这个我们说啊 静珠则赤啊 静默则黑 你跟那些列下等的这个鬼道众生在一起啊 当然你的福德就慢慢的消减 那么更可怕的是下一段 那么这个十五心之人 他既然得不到诸大菩萨 还有诸天跟仙人 乃至于十方善神的守护 这个时候大利鬼王就得其方便了 大利鬼王 比较严重的当然就是色界的摩西索罗天啊 或者异界的波寻 那么他呢 看到这个呢 会演说大圣经典啊 就要破坏他的功德啊 怎么破坏呢 就变现作佛陀之身 来为他说这个邪恶之法 说什么邪恶之法呢 非悔境界 占以怒斥 先破坏他的戒恨 再破坏他的自戒 他呢就说呢 说这个不必要持戒啦 所谓的大雅不羁小节 就是说啊 大乘菩萨修习这个功德啊 我们不必修生门戒 这个是悔破戒力 第二个 赞叹这个贪嗔痴就是戒定会 你行贪嗔痴 就是在修戒定会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 我们在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 我们一再讲调的 大乘菩萨观我空法空的时候 是不坏假象 所以你看我们在观一切法 极空 下面是怎么样 一定要讲极甲 你观一切法空 你不能毁坏 因言果报的差别 这个就极甲 然后几种 所以他这个大立魔王就来说一些断灭空的思想 来破坏他的戒恨 来破坏他的政见 所以这个人到最后呢 命中置为魔王建属 受魔福尽多无坚异 所以这个人 十五星呢 因为十五星的关系啊 经常跟鬼道众生在一起啊 就受到鬼道众生的误导啊 以后就变成魔王的建属啊 中品的是魔民啊 下品的魔女啊 就把他今生所修的功德呢 转成有弱的这个魔业 那么 这个福报响尽以后呢 就直播无间第一了 看这个结识前修 阿兰修菩提者永断五星 四者名为第一 真净修行见识 所以佛陀 告诉我们修 守能源王三妹的要 永断五星啊 来保护我们的 内外的善根 如果你看这个直观的书啊 不管大乘直观或者小直观啊 都会讲到一个观念 当然我们一般人修福报 那你就什么都没关系 你整天跑来跑去的 很躁动 但是你开始要培养 心中一个正念的观照的时候啊 你就要开始注意你的 所吃的东西 为什么这样讲呢 说吃东西跟修行有什么关系呢 在经论当中讲一个观念说啊 根明禁物 是明禁 只有你这个六根啊 你的色身啊 要特别的明了极禁啊 你释放出来的内心啊 也特别明禁 你六根很躁动 你吃这个东西 吃的油炸的 或者是 非常的辣 非常的甜 你的色身感到很暗顿 你的心是 也会暗顿 因为你的心要一直跟嘛 我们的明了心是不能单独活动嘛 你要一直跟才能够产生明了作用嘛 那你一直的跟 它躁动 你的心也躁动 它是有关系的 在本经当中呢 讲到这个饮食啊 佛陀很明显的 讲到修持观 三个东西不能吃 在这个前后都讲到 第一个 不能吃众生肉 第二个不能饮酒 第三个不能食五行 这三个你吃下去 对我们的善根啊 都会产生破坏 这个就是除注音 它本身不是造罪的因 但是它却有助长造罪的因 这个是要注意的 看第二段的瓜正性 这个瓜呢 就是弃除的意思了 这个正性呢 就是它正是我们 业果相续的根本 一切恶法的根本 就是正性 这个地方的正性 当然主要就是 杀到一旺 看经文 迎合正性 这什么叫做 这个正性呢 阿兰 如是众生 入三谋地 要先延迟 清静借力 永断银行 不参久落 以火尽时 无胆生气 阿兰 是修行人 若不断银即以杀身 出三界则 无有是处 当官淫义 犹如毒蛇 如见的焉贼 那么佛陀 首先先总标了 就是你想要 正入大乘的山墓地 你要以 慈戒 清静 来当作根本 慈戒 是 直观的根本 那么这个词戒 当然本经的词戒 应该怎么词 它下面说明 第一件事情 永断银行 在本经当中 对于这个杀到遗忘 它对于两个戒 是很重视的 第一个是银戒 第二个是杀戒 这两个对生死轮回 都是很强大的力量 那么当然这个杀跟银 当中又以银作根本 所以要先涌断银翼之心 那怎么断 它后面会说明 不摻酒肉 你不要去吃酒 因为这个酒 会使你我们心性猖狂 这个酒会乱性 你这个酒吃下去以后 你的心就很躁动 很放逸 这个肉 这个肉呢 你吃肉以后产生命债 你来生就要偿还肉债 以火进食 那么这个 它这个实际的第三点 就是 你不能够吃这个生的东西 要用火把菜煮熟了 那么无淡生气 你不能够去吃 有生长功能的东西 比方说 水果里面的植 这个地方是不能吃的 它有生长功能 它有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增长慈悲 那么这个地方提出了四点 永断银行 不摻酒肉 以火进食 无断生气 阿难 是修行人 若不断引即以杀生 出三界者 无有是处 就是你 有之宜 要出离三界 杀生跟淫义 这两个是最严重的 那么 这当中 又以淫义 最为根本 从一个生死轮回来说 这个淫义最为根本 从智力的角度 最为根本 那应该怎么办呢 当官淫义 犹如毒蛇 如见厌责 就是我们在对峙淫义的 第一件事情 要思维淫义给我们的过患 它就像这个毒蛇 毒害我们的法生费命 就像冤贼一样 夺起我们心中的功德法财 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你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你要努力的 积极你的波罗蜜的功德 因为波罗蜜 就让我们身心得到安乐 第二个 你对于已经成就的功德 要加以保护 你看有些人他很会赚钱 但是他钱留不住 他的整个钱 完全弱势掉 为什么呢 从经典上说 第一个这个人他不知道 赚出淫义 第二个要赚出称灰 所有的 对我们功德最破坏的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淫义的心 第一个是称心 一个就像盗贼一样 一个称心就像大祸一样 所以我们不太会赚钱 但起码我们赚到的钱 就要把他守护住 第一个是淫义 第二个是称心 那么应该怎么做 前面是讲他的一个 慈戒的内涵 那么这个慈戒的方法赤地 看下一段 那么在本经当中 佛陀讲到这个持戒的次地 第一个 先持生文戒 就比丘的四重 比丘你的八重 使令我们身口七枝内 能够直升不动 这个 直升不动 他的一个动力的点 当然主要是从业果的思维 我们刚开始持戒 是害怕 这个罪业会再带给我们痛 就直升不动 就是说我不敢换戒 为什么呢 换戒会破坏我的功德 那么进一步 就是从菩萨戒的 这个心地戒当中 执行不起 你慢慢要从 所以菩萨戒 他这个每一个戒 他有直观的力量 所以你看我们过去讲菩萨戒 落诸菩萨 安诸菩萨利 一定是怎么样 受菩萨戒 你要先成就菩萨种信 菩萨种信有两个内涵 第一个是菩提心 第二个是空正见 所以这个菩萨戒 他每一个戒法 都有直观的力量 执行不起 他念念当中 回观晚照正念真如 开始不随忘转 当然刚开始 你先从这个 事项上的慈戒 再求心地上的慈戒 那当我们大小乘的 这个境界成就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在世间当中 就没有这个 相生相杀的夜报 迎心断就没有相生 称心断就没有相杀 乃至于偷盗跟妄疑都不限钱 就没有这种负债 跟欺狂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就不用 在世间当中 再来世间 来偿还过去的业长 所以你这个 沙盗淫望 基本上是直接影响到 我们的业果相续 你有这个业 就产生来世的果报 是亲近人 修三母地 父母肉身 不须天言 自然关键十方四戒 赌佛文法 亲奉圣职 得大神通 有十方戒 宿命亲近 得武艰险 这个地方是讲到 我们慈戒的功德 那么如是慈戒 身口亦亲近之人 这个地方包括了 直升不动 也包括了 执行不齐 那么在慈戒 亲近的基础之下 修三母地 那么你就依止 你父母所生之身 也就是说 你不必经过来生的转世 也不需要天言 你就能够得到 相似的五种神通 第一个 自然关键十方四戒 这个是相似的天眼 他这个地方的天眼 不是火爆的天眼 也不是禅定的天眼 是慈戒清净 修邪大臣三妹 所引申的一种相似的天眼 读佛文法 这个是相似的天耳 那么这个文法当中 我们就能够亲自的去 乘奉佛陀大臣的旨意 得大神通 这个是相似的他性通 有十方界 游行在十方四戒 这个是相似的神族通 宿命清净 这个是相似的宿命通 能够了知过去 我们多生多绝的事情 而无有障碍 得五奸贤 这个地方的奸贤是指的 我们生生世世 不再堕落三二道当中 试者名为 第二 真净 修行 见识 那么这个瓜正性 就是主要当然是 慈戒清净 这个慈戒清净 在这个地方讲到 两种功德 第一个 成就相似的武通 第二个 不堕恶道 这个不堕恶道 我们讲一下 菩萨在什么情况是 不堕恶道 在一切事例内上说 菩萨道的内心当中 成就一种菩提心坚固的时候 它不堕恶道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菩萨的菩提心 它会产生一种真上惭愧 虽然这个菩萨 烦恼没有完全断尽 但是呢 他内心当中 对于这种善法 产生强大的耗耀 对于恶法 产生强烈的厌恶 宠重贤善 亲机报恶 那么这种菩萨 它是怎么样呢 虽作恶业 肃及能悔 落堕恶趣 重不久留 他即便一时造了恶业 因为他对恶业非常厌恶 他马上能够唱 即便他因为某种恶业 到了恶道去 他是一种 谈求地义 他马上弹出来 虽作恶趣重不久留 因为他那个菩提心特别坚固 有这种正上惭愧的力量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 跟实戒是有关系的 实际是帮助我们菩提心的 那么这是讲到 瓜振性 瓜振性包括 持身不动 也包括持心不起 我们看第三个 这个违线业 这个违背 就是不随顺的意思 那么 这个前面两个 一个是 段五心 第二个是持戒 这个地方 就讲到 修习直观 就是以这个止观的力量 来违背 我们的生死的业力 这个生死的业力是说 我们依止六根 去攀岩六成 产生这个六四 这个六四呢 就是 起祸天岛的根源 所以你看任元金啊 他在破六根六成的时候 他主要就是不能让六四生起来 唯识学是 唯识学修学止观啊 是根层碰撞以后 先把识创造出来 然后再来对质 所以这个唯识学 他是 见识止观 他是在第二异地的时候对质 那颜金 他根本不允许你生起六四 他根层一碰撞的时候 他那个圣殿真主力量 马上要渗进去 他不能让六四生起来 所以他后面会讲到 根进不偶 那么偶识大师说 前面的除注音跟瓜正信 主要是识戒清净 是一种祝横 那么这个地方的尾献业 正是一个言通的正横 就是前面修行言通 看经文 银河献业 什么是我们生死的业力呢 阿兰 如是清净此境界之人 心无贪淫 一外六成不堕留意 因不留意 闲言自归 成绩不言 耕武所偶 犯留千亿六用不行 那么 如是清净此境界之人 心无贪淫 这一段是 成前面的 瓜正信而来的 也就是说 这个前面的 受职大小乘 清净戒恨的人 他内心当中慢慢慢慢 对于男女的贪爱的意念 慢慢的淡薄 因为他执生不动 执心不起 就算偶尔有一些 邪念升起 马上能够 折心忏 再以对峙 所以他对于外在的六成 没有太多的活动 跟放异 他对于六成的攀岩 相对的减少很多 我到这个地方 古德的解释 还是属于慈戒的范围 这个地方还是慈戒的范围 下一段就正式修止观了 因不留意 闲言自归 这个地方就正式修止观了 那么在这个慈戒清净的 不对外攀岩的基础之下 开始修习言顿止观 就是旋转我们六根的功能 而归于六根的根性 我为大师说 这段经文就是前面的 初一文中入流王所 我们六根的作用 是建文秀长觉知 那我们在用它的时候 你不能随着它的作用而转 你要在作用当中 回观缓照 去正念真如 就是观察它的六根之根性 这是我们常说的 你从什么地方来 为什么我们会见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听闻呢 那个功能从哪里而来呢 所以当我们开始 回观缓照六根的功能的时候 成绩不远 根无所欧 这个时候我们对六成的攀岩就减少了 那么能对的六根 就没有一个攀岩的对象 最后反流前一 这个时候这个流 这个流是六根的作用 我们以前是一指一心 而产生六根 那么现在呢 就回过来 把六根的功能 而回归到一心 最后六用不行 关键在这个地方 这个六用指的是什么 不是六根 是六四 不在活动 所以有人说 楞严金的破六四 的确没有通道 舍四用根 他直接用根照料 他不允许四活动 因为他在六根当中 他就 他就把这个六根门头 控制得很好 他六根一动的时候 他是回归返照 所以他脱离了六成 最后也脱离了六四 最后把这个根的功能 带到他的根性去了 那么这段就是讲到 玄言治规 就是把六根的功能 恢复他的最原始的 一个本来的相貌 这一段是讲到修子观的 一个方法 这一下讲到他的功德 这个地方有三种功德 第一个成就广大神通 第二个成就无漏的智慧 第三个是成就三德秘藏 最后成就圣道 看这个第二段 十方国土 较然清静 譬如流离 内闲迷夜 身心快然 妙言平等 获大安稳 这个是讲到 我们成就的两个功德 那我们刚开始 把六根慢慢慢慢的 玄言治规以后 我们会产生这种 六根的功能 变得更加广大 因为六根 他不再攀岩眼前的六成 这个时候 他的六根的功能 那么广大 他能够显现十方国土 他一念心当中 随他的心愿 能够显现十方的 清静国土 而且较然清静 就是寥寥分明 没有任何的障碍 这种情况 好像一个清静的流离 在里面 悬着一种 明页一样 内外透明 这个流离本来叫透明 里面放一个明页 就是表示我们成就一种广大的神通 身心快然 妙言平等 获大安稳 这个地方成就无漏的智慧 身心快然 这个古德解释说是 什么叫快然 因为他能够真实地了解到 这个大乘的不恶法门 他在整个六根的回光缓照当中 他真实地体会到 幻化空生及法生 无明实性及佛性 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个六根 他迷惑颠倒的时候 是造业的根本 但是觉悟的时候 你看他产生那么大的广大神通 同样是六根 但是你向外攀岩 你的功能反而更少 你回光缓照 你功能强大 所以他内心当中非常的快乐 他找到了回家的路 妙言平等 内心当中 产生这么广大的安稳性 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 他能够从这个平等的不恶法门当中 产生一个广大的安稳 这个是讲无漏智慧的深情 一切如来密言尽庙皆现其中 这个时候 十方诸佛如来 这个密 这个地方的密 我会大使讲是法生德 法生德 原是玻雷德 这个禁是谢托德 等于三德密账 这个庙唯妙不可思议 这个三德密账唯妙不可思议 就在一念的清静性中 当下显现 只看他这个六根 所以我们讲六根 你看你开始向外攀岩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变成非常的狭隘 六根一回光晚照 收射回来的时候 广大的神通 三德密账就显现出来 同样是六根 一个向外 一个向内 世人即或无生乏人 从事见修 随所花行 安逸身为 那么这个人当下就能够成就 无生乏人 他对这个无生的真理 能够安住不失 乃至于依止这样的基础当中 慢慢的渐渐的修学 随所修的戒定慧的浅深 而各自去成就 他的这个差别的 圣位的差别 他的戒定慧越深 圣位就越深 四者名为第三正经 修行见识 那么 前面的 除注因 瓜正性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还都是一个生死反腐 虽然成就神通还是反腐 但是到了这个尾限业的时候 他只转还成圣 世人即或无生法人 因为他的六根的功能 转回到他的六根的根性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把这一段做一个总结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